有一個人全副武裝的出門了 我不誇張喔 這是我從6月15號開始 也來第一次踏出門 我就是一個很神經的 怎樣 這是一個奇怪的植物 哇賽 我可以碰到嗎 不行 喔喔 不行欸 好 我才來了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 戴著很像神經病 根本就沒有人 離他們家的那個車庫很酷 就自己在前面這樣轉一圈 所以你才可以倒車入庫啊 就是地板這樣晃一圈 我跟你講現在沒人我可以拿下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覺得齁 這樣走這個啊其實蠻尷尬的 因為你原本沒戴口罩 你看到人家迎面而來就會戴著 就有點尷尬 對不對 那你一直戴著又很不舒服 所以這就是尷尬的地方 就是我為什麼不喜歡出來 我就很懶啊 你喜歡這個小木屋嗎 你喜歡這個小木屋嗎 覺得好舒服啊 對不對 下去就是了 你看澳洲是非常注重Rowing的 你看澳洲是非常注重Rowing的 這些是這邊我們這附近的Private School 他們的Rowing Team 早上都來這裡training 你看 Loretto Kiribili的Rowing Team 就在這裡 Queenwood也是 我喜歡後面都沒有人 感覺非常的安全 然後對面有人走過來了 所以我站在這裡善病一下 就是這樣 外面這樣深深的給它堵住對不對 但其實我跟你講這打開都很酷 它都是往下走 直接通到海灣什麼 harbour 或是自己有自己的遊艇那種 所以外面看起來都不怎樣 其實裡面最厲害了 又一個Word 你看大家都叫人家送來 我說的就像這種往下走的房子 你看它的東西是不是在下面 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是面對著水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家 可以看到外面的 harbour 這家的花園剪得真是漂亮 方方正正的 好像方塊書啊 你看這個房子的design 蠻酷的 有沒有 你喜歡嗎 我蠻喜歡這種 我也蠻喜歡庭園這種 都剪得很sharp 我覺得這個房子也蠻酷的 它的設計 它是從外面啊 你雖然看到它都是玻璃 但是你從外面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很寬廣這樣子 你看這一家 看起來它還ok對不對 但是這一家是有一年的 選雪梨的建築大獎 你看得出好像是這一家 是雪梨的建築大獎 它外面看起來就是看不出來 這個電梯可以坐下去 你可以看到嗎 它那個就是它的電梯 這是以前我學人家裡 我以前居過它家 它那不是一個電梯嗎 它不是一個軌道嗎 它軌道就這樣嚕到它這個最下面 你有看到它最下面嗎 很酷吧 每天就在那邊坐那個電梯上上下 就糕了 超好玩的啦 就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電梯 然後它是可以往下坐 那通常它們的房子就會 旁邊有一個樓梯 你可以用走的 然後再來就是電梯 你看 這是樓梯用走的 然後你看那個盒子有沒有 那就是往下一直坐到水下面的 你看這一家 這家遊艇店啊 是Mossman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家遊艇店 那個時候幾年前啊 那個owner忽然過世的時候啊 我記得我的學生們啊 還有一大堆人啊 都有出席他的帳筆這樣 在這邊算是非常久遠的這樣 這家的車庫也是很酷 你看這麼深喔 從大門要走這麼深才進得去 這一個房子喔 這不是appartment喔 你看是不是很深 超酷 又來了 你看到處可以看到 屋裡的車子在我們這裡 轉來轉去 好啦 這就是今天出來 第一次 快要兩個月 第一次出來走走的樣子 回家了回家了 美麗的 美麗的一天 謝謝大家 下次再帶你出來 See you next time